欢迎收看黄金年代 人生如梦 回忆如风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张学友 刘德华 黎明和郭富城 在90年代被称为四大天王 一代人共同见证了他们的事业巅峰 虽然属于四大天王的时代已经落幕 但四大天王如今都已为人父 且都有了自己的贴身小棉袄 因此又迎来了全新的四大岳父时代 那么四大天王们的女儿现在都什么样了呢? 1.郭富城女儿 郭富城作为天王级别的明星 对于女儿样貌的保密还是比较注重的 因此他自己社交账号上发布的全家福照片 无一例外都会给孩子的眼睛打上马赛克 尽管如此 不难看出大女儿郭永熙的脸部轮廓 和妈妈如出一辙 都是标准的瓜子脸 笑起来的时候嘴巴翘起的弧度 也是和妈妈一样 既甜美又可爱 如今才5岁的郭永熙 已经有了小美人的处形 在爸爸妈妈的悉心陪伴下 小小人更是气质非凡 其实早在2020年的时候 港媒就曾经拍到过郭永熙三岁时的正面照 当时的他年纪虽小 脸上还是满满的婴儿肥 但两只小眼睛灵动有神 小小的嘴巴像樱桃一样可可爱爱 不少网友表示 和年轻时候的郭富城长得很像 看来有继承到爸爸的神仙颜值 令人不禁开始期待 他彻底长大以后的样子 郭富城和方元在2017年结婚 前段时间刚过了结婚5周年的纪念日 他的两个女儿 一个在2017年9月出生 如今已经5岁了 另一个小女儿在2019年4月出生 刚满三周岁 郭富城在去年圣诞节 还晒出了两个女儿 在郭富城的一次户外活动中 大女儿的正面首次曝光 眼睛很大 很是晴秀 郭富城透露 女儿遗传了自己的音乐天赋 称是自己的迷你版 郭富城在家会教女儿跳舞 女儿会跟着跳 Para para 令她非常骄傲 她笑着说 要把女儿培养成优雅的淑女 2.黎明女儿 根据港媒的报道 50多岁的黎明自从当爸爸以后 就把重心转移到家庭上 一有空 她便带着家人出游 而说起她们这段婚姻 在与黎明在一起前 阿温曾有过一段婚姻 但最终以失败收场 之后阿温与同样失婚的黎明互相取暖 继而日久生情 成为一对真正的恋人 2018年阿温被曝未婚生女 报道出来后 黎明也没有遮遮掩掩 她很大方承认恋上了这位小自己19岁的助理 2019年港媒拍到黎明与阿温从国外旅游回来 并爆料两人已经悄悄在国外注册结婚 黎明的宝贝女儿因为备受爸爸宠溺 港媒送外号明公主 明公主出生以来 唯一一次被爸爸晒照还是在她四个月大的时候 那时的明公主面颊肉堵堵的 眼睛不大但白嫩可爱 九个月大时 港媒拍到明公主的正面照 被称为迷你版黎明 前不久 黎明的四岁女儿被网友热议 小时候被爸爸直言外表平凡的她 长大了越来越漂亮 大家都说 黎家有女儿出长城 简直就是小公主一枚 尤其是黎明的女儿 在妈妈阿温的陪伴下去上滑冰课 在老师的指导下 有模有样完成了训练 上课结束后 她还会和妈妈及保姆一起去吃饭和逛街 阿温会在女儿顽皮时 耐心蹲下来和孩子讲道理 明公主也很懂事 频频点头 黎明在女儿一岁时出资2500万 买了一艘游艇 方便带女儿出去玩 媒体说这是给女儿买的玩具 一家三口住在600厅的豪宅中 黎明还给妻女准备了七人坐车和专职司机 可以看出明公主的生活条件非常优越 近期 许久未露面的明公主终于出巡 当时黎明带着阿温及女儿出海游玩 一家三口坐上游艇 尽享亲子乐趣 如今 明公主又长大了不少 长发披肩的她长得很是精灵醒目 四肢也十分鲜长 相信这也是遗传了爸爸的高大身材 反观另一头 黎明提着大包小包上了船 被猜包里是女儿的玩具 心甘情愿地为女儿做苦力 不过之前也有港媒爆料 黎明夫妇很想追生一个儿子 但不知是不是阿温迟迟怀不上 所以黎明的商议资产都没有分给她 虽然黎明已经悄悄为女儿成立了教育基金 但身为妻子的阿温却仍没有掌握到家中的理财大权 黎明也没有赠予她任何物业 两人现在住的八千万豪宅 仍有黎明的公司持有 这个现状令人感慨万千 3.刘德华女儿 当年在刘德华被爆出隐婚之后 娱乐圈真可谓是炸开了锅 朱利倩在刘德华身后 默默隐忍了24年才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中 当年那个明媚少女 现在已经成为了全职太太 他们还拥有一个女儿 不少朋友都表示 刘德华的女儿长得很像朱利倩 浓眉大眼的 长大后也是一个清纯妹子 都说黎明郭富城的女儿长得像爸爸 不过刘德华的女儿刘相慧 从小到大都像极了妈妈 其实仔细分析起来 长着肉肉脸蛋和圆眼睛的刘相慧 确实更像妈妈温柔的长相 虽然刘相慧不是被港媒跟拍 她的正面照早已不是秘密 不过她首次公开现身还是18年的时候 那时她已经6岁 2018年12月 刘德华举办演唱会 朱立倩带着女儿现身支持 这也是刘相慧首度公开现身 对此刘德华回应 堂堂正正看 不用逼 免得你们乱写 前段时间网友拍到 刘相慧和妈妈一起在香港迪士尼乐园游玩 华仔10岁的女儿早已出落成了大姑娘 从身高上看 10岁的刘相慧身高已经到妈妈肩膀了 尤其是那双大长腿尤为突出 不过虽然是天王独生女 刘相慧的性格却和妈妈一样都很低调 他在游乐场和普通人一样去排队 看烟火演出时也是直接坐在了地上 完全没有骄纵的习惯 看得出这些都是爸爸和妈妈教育有功 刘德华虽然工作很忙 但只要在家就会接送女儿上学和放学 还会亲自辅导功课 他曾说 对女儿比对老婆还要好 女儿是自己最宠爱的人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儿控 4.张学友女儿 素有歌神之称的张学友 是这四大天王中最早步入婚姻的一个 老婆罗美威也是一直陪伴在她的身边 张学友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孝 她不仅在音乐领域拿下了260余座奖项 在影视方面也两次获封影帝 堪称神级偶像 然而 这样的张学友生活中却是个宠妻狂魔 家最佳父亲 不仅在事业巅峰期宣布结婚 婚后的她还推掉许多工作 一心投入家庭 除了开演唱会 鲜少露面 被调侃天生岳父命的张学友有两个女儿 比起小女儿张瑶瑄 大女儿张瑶华频频占据新闻版面 张瑶华一看就是罗美威亲生的 她遗传了母亲的厚唇和好身材 乍一看又有点壮脸舒淇 有着不错的颜值条件 而张瑶华酷爱打扮 加上曾在国外读书生活 十几岁时她就常常以农装世人风格火辣 张瑶华一度在社交平台很活跃 当然她确实有资本 直脚尖A41大长腿一样不差 张瑶华非常热爱锻炼 受妈妈罗美威影响 张瑶华每天都要和妈妈一同去健身房 极具运动天赋的她 还成为了校园的运动精英 在比赛里面获奖无数 虽然张瑶华才17岁 但异性缘很好 之前她入青春期的Zoe 与外籍男模Masis相拥照流出后 疑似是情窦初开 搞得张学友紧张到急速反港 带女称情恋情 特畏护女心切 没想到天王也有为小棉袄操金的这一天 不仅如此 提到女儿未来要嫁人结婚这方面的话题 张学友还表示 会尊重女儿的选择 不介意老外做女婿 不得不说天王张学友也太宠女儿了 如今张瑶华18岁了 没化妆的样子看上去不是很精致 但却平易近人 很耐看 很舒服 毕竟爸爸妈妈的基因还是非常强大的 在多年前张学友曾被问到女儿听不听自己的歌 她说女儿喜欢听欧美歌手的歌 对爸爸的歌并不感兴趣 张学友自己也说 在家中是愿意妥协的人 看得出对老婆和女儿都很宠爱 甚至有五年没有拍电影也是为了家庭 因为有三个原则 一 不在香港不拍 二 公众假期 礼拜天不拍 三 要接女儿上学和放学 由此看来天王果真是女儿控 对孩子也太宠爱了 近期张学友透露自己一直在家学习煮面和炒饭 还学会了用洗衣机和洗碗机 连修理家电都学会了 被问到每天都在家家人会不会不习惯时 张学友笑着回答不喜欢可以把门关上 她要找女儿也会敲门叫孩子出来 看得出是很开明的家长 也许因为孩子大了 张学友和孩子的交流方式也很特别 即使在同一个屋檐下 也不是当面交流 聊天和辅导功课都是通过视频的方式 张学友解释说 因为孩子大了 当面讲会尴尬 还是用手机沟通比较好 在看过四大天王的女儿后 不得不感慨 果然还是基因好啊 但一个孩子长得好看 并不是由父母遗传给他的基因决定的 还有很多时候要看父母对孩子的培养 看孩子后天的生活习惯是否良好 其实长得好看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孩子的内在 有文化素养和良好的品行 才是父母应该重视的 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 您对今天的内容有何感想呢 如果喜欢我们的话 请按赞鼓励一下吧 还有别忘了订阅黄金年代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会